其实苏贞昌他说当年我们在戒严中不怕杀 不怕被杀 被关 我对苏贞昌这个是非常感冒 为什么 被杀 被关的 一个是躺在六章里 公墓里面 没有办法讲话 被关的是施明德 黄敬介 他们等人 那请问苏贞昌 你们当年是跟国民党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希望转型正义委员会好好查查这件事情 不要把上面很多东西统统涂掉 涂了一个黑黑的 你们自己摸着良心说 关的都是施明德等人 你们是镰刀派 是收割派 这个党外历史大家通通知道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必须要那个讲 赵少康先生他提的这个东西 各位有没有发现 美国从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包含他的国防部长或者助理国防部长 一直强调了三件事情 台湾一定要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那第二个呢 台湾的防卫预算 就是国防预算 要不要提升到GDP的3.5% 然后第三个 台湾不要对中国提出了性 今天我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告诉各位 中国不是塔利班 它的武力比塔利班多了几倍 各位晓不晓得 如果用塔利班最大武力的话 对不起 它是塔利班的差不多16倍的武力 16倍的武力 那你说美国都应付不了塔利班了 那未来应付比实力比塔利班还要大的 它要怎么处理 那其次 那我觉得民进党一直都在骗 它是认为美国一定出兵 我现在告诉各位 美国的印太沙皇 Campbell跟我讲了一句话 那个是很多年前 我们在开学术研讨会 就是国防学术研讨会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 美国会会出兵 并不取决于台湾 然后 他就直接了当跟我讲 我们出动一艘航空母舰 120万美元 一天 120万美元 请问这笔钱谁出 你从他的话语 他就会 他说第二个 你台湾不能弄台独 但是呢 现在呢 民进党他仍然是在骗 说美国不支持台独 并不等于反对台独 他就跟你玩这种文字游戏 你是在说啥啦 就陈志冬说我没有支持 但我没有反对 我只是禁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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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支持并不等于反对啊 这个是 这个都是民进党讲的 那我现在 我再告诉各位一个 非常震撼的 最近政国会不是在 提那个证明制限吗 我告诉你 蔡英文根本已经告诉了美国 不支持 不介入 不参与 证明制限 民间可以推动 那你政府不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奥运证明 我们所有的证明 通通不过的原因吗 如果国民 如果民进党真要动员的话 他会不过吗 绝对过的嘛 但是 为什么民进党不做 然后今天 看到网络上面 还有那么多人带那个风向 讲到阿富汗跟台湾做一个对比 我跟你讲 那些1450通通不读书 什么 他们讲到 因为中国大陆 不 因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里面 那个贪腐 所以被那个踢到台湾来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当美国抛弃台湾的时候 国民党也打了两场 三场 一场古零头 第二场登不倒 然后第三场大二胆 那个是在美国没有援助之下 我们打赢的典型的海岛战争 海岛战争只有一个特性 胜则奸敌 败则被奸 八个字 那今天很多人都那个讲 美国他抛弃的是过去的国民党 美国没有抛弃民进党 那我现在我要问那个各位 如果美国真的没有抛弃台湾 他应该比照对付阿富汗的 对阿富汗的方式 20年给我830亿美元 让我强化军备 那台湾为什么自己花钱买 然后台湾买的武器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好了 台湾现在买的 全部都是美国的刺激品 除了刺激品以外 其他的那我不讲 现在我们看到直升机在那个上面飞 在美国大使馆阿富汗上空飞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我们阿帕奇攻击机 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事 七个软体都被抽掉 说等到战争爆发 我再把软体给你 说我们买的是第一件的美国武器 可是七个可以向后 七个是四射机密 我这边我就保留 我只讲一个好了 就是说我们的飞弹可以向后发射的 他把那个软体抽掉 以后你要增加的话 对不起一百万美金起跳 一百万各位想想什么概念 美金 一百万美金 他把它抽掉 七个软体抽掉 以后我真要发生打仗的话 他再把七个软体给你 那是七百万美金 那你对台湾真的那么好的话 你把这些抽掉干什么 然后第二个 各位晓不晓得 这里面还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美国已经警告台湾了 你这个兵力 如果再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面对战争 你台湾自己承受 为什么 他对台湾的增兵 不 募兵制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那最近不是做了一个民调 有65%以上 说要提升为台湾而战 那问他们要不要当兵呢 不到35% 问他要不要那些年轻人说 你既然你要捍卫台湾 捍卫台湾价值 你要跟台湾共存亡的时候 真正愿意当兵的不到35% 这个莫名其妙嘛 是是 有阿兄我补充一下 有阿兄讲这个我很感慨 那又正因为我不要让你得罪人 我来得罪人好了 因为可能最后一集我就讲一讲好了 因为我还没打疫苗啊 我也没打啊 我的生理状况跟你怎么比 我又大理会 搞不好就买单了都没关系 我不是要去做政治审查 但是我要请问观众朋友 你相信这个事情吗 你相信同岛一命吗 我们跟官员就不同命了 那你看阿富汗这个状况 你还相信同岛一命吗 我是不相信啊 所以我说我不是要做政治审查 就说观众朋友 你在看节目的时候 我说得罪人啊 就说我们台湾有一些人 他是有特权可以跑的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他是可以跑的 他有第二本护照 他有第三本护照 他有双重国籍 他是可以跑的 他不用去机场啊 他直接去AIT就好了 他进AIT他就是美国公民 他就进去AIT AIT自然会安排他直接就跑了 那这样的人 有没有各大新闻台的主持人 有没有各大政论节目的名嘴来宾 他是可以跑的 但是你不知道 你每天看他话 不是 我跟你讲官员都有 我告诉你官员都有 官员是不能有 除非他有那个内在美或外在美 我跟你讲官员都有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通通知道了 但是有的时候讲得出来 是伤害人 我们讲官员都有 他是台湾籍 但是他的儿女通通都是美国人 很多 他自己没有双重国籍 但他的家人有 有 那这一些是列入到美国撤侨计划 台湾当时 在1996年 他发生台海危机的时候 我们台湾自己调查 就是反正你喊美国籍的 喊美国籍的 大概五万多人 结果各位你知道吗 美国名单提了出来 那我告诉各位 两 五倍 就是说我们自己调查 你有美国籍 五万 五万 那这些人 我们都要透过撤侨计划 开辟航道 把他们送到琉球 菲律宾或者其他地方去 结果AIT说 不是五万 25万 那现在应该不止五万 结果他们一讲说 怎么会是25万 好 一查 他的直系亲属 他的儿女 就是除了直系 还有旁系 还有那个 我们官员是有双重国籍的 我们官员是有双重国籍 所以你有可以靠着家人 他可以靠着自己跟家人 那我这边 那我举个例 蔡丁贵嘛 去美国 蔡丁贵可以到美国打个两季嘛 然后在台湾 你提倡台独嘛 那丁贵兄 他要提倡的事情 我没有意见 这个是他的言论自由的范畴 可是真正要打仗的时候 佑霞兄 我打仗 佑震 我知道有华兄 佑霞兄 我问你这样公平吗 公不公平 那个是蔡英文的事 那你不能问我 你这样有同岛一命吗 对啊 那你这样有什么事情 我听说是可以做一个 你就没听过 你这样对了 你这边就没有听过